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领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乌龙虎 今天的新闻非常震撼 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 前总统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集会上 遭遇了暗杀未遂事件 现场一片混乱 特朗普本人仅受轻伤 但这次事件已经造成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嫌犯被特勤局击毙 拜登总统迅速谴责了这次的暴力行为 并表示这样的事情在美国绝不能容忍 世界各国领袖也纷纷表示震惊和关切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和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 都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 这次事件引发了对美国政治暴力的广泛讨论 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也对这次暴力事件表示谴责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则表示 他们的领袖绝不会停止为拯救美国而战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Telegraph 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谴责了对特朗普的病态袭击 这一消息震惊了美国政界 并引起了世界领导人的恐惧 拜登在特拉华州海滩附近的教堂 参加礼拜时得知了这一消息 立即提前离开 并接受安全部门的简报 拜登在白宫发表的声明中表示 他对特朗普的安全表示感激 并祈祷特朗普和他的家人平安 特朗普在袭击中耳朵受伤 但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不会屈服 并感谢保护他的特勤局特工 袭击导致一人死亡 两人重伤 嫌疑人在一分钟内被特勤局击毙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和加拿大总理杂斯汀·特鲁多等国际领导人 纷纷对袭击表示震惊 BBC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特朗普宾夕法尼亚州集会 发生枪击事件后 谴责了这种暴力行为 他表示 美国没有这种暴力的容身之地 这太病态了 拜登试图联系特朗普 并强调联邦机构已介入调查 他重申了政治暴力不可接受的立场 称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不能这样 拜登呼吁全社会团结一致 谴责这种暴力行为 并表示 特朗普的集会本应能够和平进行 Yahoo!US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 在特朗普宾夕法尼亚州集会 发生枪击事件后 谴责了政治暴力 特勤局在枪声响起后 迅速将特朗普护送下台 视频显示特朗普耳朵流血 拜登表示 美国没有容忍政治暴力的空间 并呼吁大家谴责这种行为 他强调 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不能纵容这种行为 拜登指出 特朗普的机会本应能够和平进行 并呼吁全社会共同谴责这种暴力行为 日本时报报道 丙夕法尼亚州巴特勒的一个炎热的下午 烈日下 人们在巴特勒农展会场地 等待着唐纳德·特朗普的到来 尽管天气酷热 但成千上万的特朗普支持者 仍然充满热情 穿戴着各种特朗普的标志性装备 当特朗普终于出现时 现场一片欢呼 他的每一句话都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尤其是在提到美国总统 乔·拜登和所谓的选举舞弊时 然而突然间现场出现了新的声音 枪声 雅虎美国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宾夕法尼亚州集会发生枪击事件后 于周日凌晨返回新泽西 特朗普的副通讯主任马格·马丁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特朗普在纽瓦克机场下飞机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 他在巴特勒集会上诱饵中担 据报道 枪击事件中枪手和一名旁观者当场死亡 另有两人情况危急 联邦调查局确认枪手为20岁的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特朗普原计划前往密尔沃基参加共和党提名大会 但尚不清楚是否会按计划进行 华盛顿邮报报道 巴特勒的集会原本是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的最后一站 但在短短几分钟内被枪声打断 下午5点 集会现场的门已经开放 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在烈日下等待 特朗普原定于5点发表演讲 但迟到了一个小时 6点03分 特朗普在上帝保佑美国的音乐中登场 开始了他的演讲 然一 而 在他描述移民统计数据时 第一声枪响了 特朗普停下讲话 抓住了诱饵 随后 更多枪声响起 特朗普被特勤局人员保护起来 最终 枪手被击毙 现场一名观众死亡 两人冲伤 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 描述了自己中担的经历 并向执法部门和受害者家属表示感谢和哀悼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描述了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的情景 前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被枪击 子弹穿过他的诱饵 他在血流满面后依然举起拳头 呼喊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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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事件不仅让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到震撼 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尽管特朗普只是受了轻伤 但这次事件可能会让他在政治上获得巨大的支持 拜登总统在事后呼吁民众冷静 表示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参加政治集会 然而这次枪击事件再次提醒美国人 没有任何领导人是安全的 世界各国领导人 包括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 都对这次袭击表示谴责 强调暴力在民主进程中没有立足之地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了这次枪击事件的详细经过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集会上被枪击 子弹穿过他的耳朵 他被紧急护送下台 一名观众在枪击中丧生 另外两人受重伤 拜登总统迅速回应 称这种暴力行为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 并暂停了竞选广告 共和党参议员J.D.万斯和代表马乔利·泰勒格林 指责民主党和媒体煽动了这种暴力行为 特朗普的支持者将他受伤后站起来举拳的照片 视为他竞选的标志性图像 认为这传达了他永不屈服的精神 尽管这次事件可能会影响选举 但共和党仍然计划在密尔沃基举行大会 正式确认特朗普为候选人 悉尼《陈锋报》指出 特朗普在这次暗杀未遂事件中 虽然只受了轻伤 但他的政治声望可能会因此大大提升 历史上 类似的事件往往会增加受害者的支持率 例如里根总统在1981年被枪击后 其人气和政治议程都得到了推动 近年来 美国的政治仇恨言论和暴力行为有所增加 自2021年1月6日 国会大厦被冲击后 美国人因政治信仰而互相残杀的事件增多 尽管特朗普的支持者被认为更倾向于暴力 但这次事件表明政治暴力并不限于某一党派 研究显示 大多数政治暴力行为 是由没有隶属任何正式组织的人实施的 特朗普的这次遭遇 可能会加剧美国现有的政治计划 尽管拜登呼吁国家团结 但现实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美联社报道 美国特勤局正在调查一名持有AR风格步枪的枪手 是如何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接近并射伤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 这次事件被认为是该机构核心职责的重大失败 枪手在被特勤局人员击毙前 从集会场地外的高处向舞台开了树枪 根据美联社对多段视频和照片的分析 枪手能够惊人地接近特朗普演讲的舞台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显示 一名穿灰色迷彩服的男子倒在集会场地北侧的一家制造厂的屋顶上 距离特朗普演讲的地方不到150米 联邦调查局在周日早些时候确认 枪手为来自宾夕法尼亚州贝塞尔公园的20岁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国土安全部长亚利·杭德罗·马约卡斯表示 部门将与特勤局和执法机构合作调查此事件 并将确保总统候选人及其竞选活动的安全作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 亚虎新闻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上被枪击中耳朵 一名旁观者在事件中丧生 目击者向BBC描述 看到一名持步枪的男子在附近的屋顶上爬行 特勤局迅速遭到质疑 未能防止这一事件发生 前国防情报局情报官员马特·舒梅赫 形容这次事件是特勤局的重大失败 并指出在如此多层次的安全措施下 枪手竟能在屋顶上对着讲台开枪 令人难以置信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表示 子弹击中了他的诱饵上部 并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他用手捂住流血的脸 特勤局发言人安东尼·古列尔米在X平台上写道 枪手从场地外的高处向舞台开了竖枪 特勤局迅速采取了保护措施 前情报官员和其他专家认为 这次事件特勤局对其政策和程序进行重大审查 可能会在未来的公开活 中中看到防弹玻璃和无人机的使用 微报报道 世界各地领导人纷纷则在唐纳德特朗普 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的枪击事件 谴责政治暴力 并祝愿特朗普早日康复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发言人称 这次枪击为政治暴力行为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约瑟普·伯雷尔 也谴责了这次袭击 英国首相吉尔·斯塔莫表示 对集会上的令人震惊的场景感到震惊 成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 都不应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塞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等世界领袖 也分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支持和对事件的谴责 美国总统乔·拜登也表示 所有人都必须谴责政治暴力 美国总统的暗杀史充满了血腥和戏剧性 唐纳德·特朗普在周六加入了这个场场的名单 美国历史上有四位总统被暗杀 包括亚伯拉罕·宁肯、詹姆斯·A.加菲尔德 威廉·麦金莱和约翰·F.肯尼迪 宁肯在福特剧院被约翰·威尔克斯·布斯枪杀 加菲尔德在华盛顿特区的火车站 被查尔斯J.吉托枪击 麦金莱在纽约州的博览会上 被无政府主义者莱昂·乔格斯枪击 而肯尼迪则在达拉斯被里哈威·奥斯瓦尔德枪杀 最近的暗杀未遂事件 包括1981年罗纳德里根 在华盛顿特区被约翰·辛克利射击 乔治·H.W.布什在1993年 遭遇汽车炸弹袭击计划 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 也曾多次成为目标 巴拉克·奥巴马在2.013年 被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猫王模仿者 寄送毒药信件 而最近乔·拜登在2023年 被一名纳粹同情者试图用货车撞击白宫 周六晚上 唐纳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 巴特勒附近的竞选集会上 早遇暗杀未遂 特朗普在袭击中受伤 被迅速带离舞台 但他随后宣称自己没事 袭击者被击毙 一名集会观众也在袭击中死亡 另有两名观众受重伤 联邦调查局和宾夕法尼亚州执法官员表示 他们正在进行联合调查 特朗普在Truth Social上描述了自己被子弹击中 右耳上部的情形 并表示尽管受伤 他仍计划参加 即将于周一开始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袭击发生后 特勤局迅速采取行动保护特朗普 现场视频显示 他耳不流血 特勤局人员将他护送至车队 联邦调查局在周日早上确认了袭击者的身份 为20岁的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 但尚未确定袭击动机 宾夕法尼亚州州警中校乔治·比文斯表示 目前没有理由相信存在其他威胁 联邦调查局和宾夕法尼亚州官员 将继续进行联合调查 并鼓励任何在场的目击者提供信息 特朗普在袭击后表示他将继续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多国领导人对这一事件表示震惊 谴责政治暴力 并祝愿特朗普早日康复 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把AR样式的步枪 调查仍在进行中 目击者描述了袭击者 从屋顶到屋顶移动的情景 进一步增加了事件的复杂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lu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